饭店的炒花菜为什么特别好吃 原来啊 料汁的配比非常重要 今天我来详细分享 欢迎大家下方留言评论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价值回忆 想要这道菜做的好吃 原材料的选购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要选用这种比较松散的有机花菜 花菜给它改刀切成小朵就可以了 有视频中这样操作 每天都给您带来最详细的做菜教程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做什么 吃什么 可以关注一下 到我的主页里面找灵感 非常感谢 切好的花菜放入筐里面 备用 这道菜想要做的好吃 必须要加一点比较肥的五花肉在里面 五花肉切成厚薄均匀的片 放入碗中 备用 大蒜头稍微多一点 用刀给它拍一下 放入碗中 再搞一点生姜 能吃辣的 加点小米椒 放在一起 这一步开始正式上火烹饪 起火热锅 加入稍微多一些植物油 勺子推动 让油受热均匀 也能快速升温 这一步我们要把花菜给它炸一下 当油温到达八九成热 我们下入花菜给它进行炸制 饭店的干锅花菜之所以那么好吃 原来大厨都用油给它炸过啊 花菜用油炸过以后 它的水分就不会那么多 炒出来花菜就会比较香 比较好吃 油温一定要高 把花菜炸到表面有点焦黄的时候 就可以捞出控油 这里和大家说一下 由于家庭造具火力比较小 所以我们在炸花菜的时候呢 油温更应该要高一点 花菜倒出控油备用 不用洗锅 直接把切好的五花肉放入锅中 这里的肉片要肥一点 如果太瘦炒出来花菜也太寡也不够香 用中小火给它煸炒 炒出油脂炒出香味 然后放入准备好的姜葱蒜小料 同样是给它炒出香味 整个过程我讲的比较详细 如果你炒的花菜总是清汤滑水或者不好吃的 我建议您把视频看完 全部炒出香味以后 倒入刚才炒好的花菜 给它转大火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然后倒入事先调好的料汁 这个比例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啊 保持大火给它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炒出锅气 就可以出锅 装盘了 大家看一下 就像这种颜色和效果啊 非常的下饭 是一道非常好的家常菜 一道特别简单美味的干锅花菜到这边全部制作完成 你学会了吗 欢迎大家来我的主页 学习更多更详细的菜股教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